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诗篇七十一篇 五至十节 十四至十八节 主呀 唯有你是我的盼望 上主呀 我从小就倚靠你 我一出生 你便与我同在 我在母腹中 你就眷顾我 因此我常常赞美你 我的生活 是众人的榜样 因你是我的力量 我的保护 因此我要不住赞美你 我要终日宣扬你的荣耀 现在我已连路 求你不要撇开我 我力量虽弱时 求你不要离弃我 我的仇敌 涉涉私语 想要对付我 一起密谋杀害我 但我还要一如既往地盼望你来帮我 我要再三赞美你 我要向众人述说你的公义 我虽不擅持令 却仍要终日宣扬你 拯救的大能 至高的上主啊 我要赞美你伟大的作为 我要告诉万民 唯有你是公正的 上帝啊 自我年幼时你就教导我 我也不断向人述说你奇妙的作为 如今我老了 白发瘡瘡 上帝啊 求你不要离弃我 让我向年轻的一代宣扬你的大能 向后辈述说你的神迹歧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怕老 有些人怕老 程度比死更甚 因为年老带来很多无奈 焦虑和恐惧 老年等同失去 失去尊严 自立能力 还有青春健康 于是 有些人刻意打扮年轻 加倍努力维持年轻的样貌 因为我们在否定年老 拒绝年老 自人自知在世时日无多 在不要离弃我 帮助我的哀求声中 流露出常人的焦虑不安 和无力感 不过 他并没有被年老的岁月压倒 很多时候 年老人的无用感 往往来自爱在的评价 世人说 年轻才有价值 年轻才美丽 但是其实 人的价值是由上帝来定夺 世俗的价值观 无法取代 世人拒绝爱在的评价 因为他在上帝那里找到安慰 回想一生的岁月 满持倚靠和盼望 年老的时候 人真正意识到有限 这是年轻的时候 没有办法领回到的 到真正体会到 生命不由自己掌握的时候 诗人并非尽最后的努力 去抓住什么 而是如常地盼望和依靠 以这种释然的态度去面对 上帝就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说话 纵然有攻击羞辱 诗人在上帝那里有藏身处 赞美清謝 是诗人终身的习惯 因为他一生经历上帝的奇妙作为 老年是传递信仰的黄金岁月 体力不容许你往外跑 就用你的生命向人说话 有这样的一日 我们会老到什么都不记得 只能唱出幼年常唱的诗歌 但是至少赞美清謝 已经成为我们终身的习惯 与其花时间今前来 强留年轻的感觉 不如早点建立起这个终身的习惯 我们比较体重的 是外表还是生命呢?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